大家好,我是一批地产的菲利普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后面这一栋平成别墅 四卧四位,两个停车位 优点就是有2400平米的土地面积 350平米的实用面积 这里离兰娜国际学校和Northiu高尔夫球场 仅有三分钟的车程 在左手边是一个湖 右手边是田园风光 现在我在房子的门口 这里有一个院子 这个也属于房子地气里的一部分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车道 一个很宽阔的,将近6米的一个车道 然后我们往里面走 这是家的大门 是一个推拉门 这就是剩余的550瓦的土地面积 因为外面门口的部分将近50瓦 这里是550瓦的土地面积 我的左手边这里是一个前缘 非常漂亮 这里是房东个人喜欢种花 有一些仙人长之类的花 然后接下来房子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绝佳的美景 也是我个人觉得给这个房子加了很多分 就是在这一面有一个很大的湖 这个湖真的很宁静很漂亮 接下来我就从正门的方向 带大家往里面看 一进来呢 在家门口 左手边会有一个阳台空间 这里可以在这里日常休息 喝咖啡 同样的右手边也有一个空间 这里有一个小桌子 比较休闲的一个小空间 我们从门口一进来呢 会看到这个巧高天花板 很精致的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呢 两个功能都在这 就是用餐区 沙发 电视会 这个是西式厨房 这是泰式厨房 泰式厨房 能往外走 能直接走到后院 从这个方向 这个镜头 能看到刚才提到的湖 家里的监控 CCTV都安装好了 好 现在我们 回到客厅 客厅的这个方向 是客厅的卫生间 就是一楼的卫生间 下阶梯 是调高的 然后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石墓地板 第一个卧室是主卧 是房东本人今天自己住的 度假式的乱大床 非常的精致 左手边是洗手间 一个加工洗 好 相连着主卧 可以直接 可以通到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卧室的一部分 也可以算是一个卧室 可以看到 房子的后面 是一个空的日记 这样子 给整个房子带来比较宁静 靠近大自然的一个感觉 这是另外一个小客厅 可能是给小朋友在这里 看电视打游戏的一个空间 好 我们看下一个卧室 第三个卧室 这是洗手间 好 这个卧室呢 窗户面向房子前面的院子 那我们现在回到下面 目前有三个卧室 第四个卧室呢 是这里 因为房东的孩子 还在上课 我们就进去打来他们了 好 接下来 我从 主屋里面出来 我们到对面的客房看一下 从房屋出来了以后 我们往右手边 会有房东的一个 接待客人的区域 是客房 还有两个停车位 在我左手边 是一个工具房 或者停自行车 还有摩托车的 一个一个可以把它锁起来的一个小房间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客房 客房是一个木床 双人床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这是洗手间 好 这就是室内所有的空间了 我现在带大家看看院子 从我这个角度 能看到前面 前面这个是储存罐 还有过滤器的一个 机械设备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房子水一年四季都不用担心 不管是浇灌日用都非常的方便 因为房子土地面积比较大 有一个这样子的水源 又省钱又省心 好 这里房东种了很多果树调料 胡辣扒 No.1 那果 还有什么的 No.1 这很大 这个空间我一眼看的话 可能有将近有个 一百瓦也就是四百平方米 然后后面这个小屋子是他们的小 就大狗了 这个狗狗的一个屋子我就不靠近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平成别墅 价格是1290万 好 以下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